在今天下午的记者会当中 是新增了207例的COVID-19的确诊个案 那么其中包括的是206例的本土个案 那么一例是境外移弱个案 那么每一天的这个本土个案都在创下新高 那么今天是突破了200例 那么根据这个指挥中心提供的数据 今天新增的包括有关这个茶艺馆的部分 是新增了105例 那么另外有万华活动 使得则是有44例 还有跟某社团相关的则是新增5例 还有跟宜兰游浴场相关的则是有3例 还有这个南部的竞相团是新增了1例 那么其他还有44例 这个相关的感染源都还在疫调当中 那么也这几天的这个确诊的个案 是陆陆续续的新增了非常的多 因此呢指挥中心在今天下午也宣布 有关这个确诊个案的这个足迹 公共场所的这些活动史呢 会下方到地方县市政府来公布 那么来听一下稍早指挥中心怎么说 除了疫情非常严峻的本土疫情之外呢 那么在境外移入的部分也要特别来留意 那么近期呢有许多从印度疫区回来的 这些境外移入的个案呢 那么这今天下午呢 这个专家小组的赵吉人张上纯也提到 目前呢在国内已经侦测到 3例的这个境外移入的个案呢 是从印度回来的 而且有分别侦测到3株的 不同的印度的这个变种病毒 好那么其实之前的报导有提到 这个印度的变种病毒呢 其实相当的强势 好不过呢他也提到的是说 这些个案呢在回国之后呢 其实都已经立刻被匡列并且隔离起来 并没有进到社区 因此